空心菜是夏季必备的蔬菜 无论是吃它的叶子还是只吃它的筋感都非常的不错 大家好,我是小草 有很多人吃空心菜只喜欢吃它的筋感,不要它的叶子 如果只喜欢吃筋感的朋友们 那空心菜的筋感就必须长得比较鲜嫩又粗壮 那样的空心菜筋感才好吃 想要空心菜长得粗壮又鲜嫩 就离不开肥沃的土壤 空心菜如果养分不足的话 它就会叶片发黄,筋感矮小 养分不足的空心菜的筋感 木质纤维就会增加 口感也会差很多 大家看我的这个空心菜 长势是不是特别好 这个筋感长得很粗壮 而且特别的嫩 像这种空心菜的筋感就特别好吃 想要种出这种粗壮又鲜嫩的空心菜 方法其实挺简单 而且不需要使用一滴的发肥 全程都是纯有机种子 我们只需要在移在空心菜之前 选择一块地市比较低一点的空地 只能上面长满杂草也没有关系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块准备移在空心菜的空地上面 堆移一些废料 比如田间地头的杂草啊 烂菜叶啊 植物的结杆啊都可以往上面堆 堆上厚厚的一层 然后呢在这些肺料上面 铺上一层泥土 只需要将这些肺料 掩盖住的厚度就可以了 铺完泥土之后呢 再到这个水沟里面淘一些淤泥 将这个泥土呢 护上几层 直到看不到里面的那个杂草就可以了 等到十天半个月之后 就可以在上面移栽空心菜了 空心菜在整个生长过程 就不需要给它追加肥料了 底下的肥料就足够它生长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